在城中草原感受蒙古族风情 在街边烧烤来体验大口吃肉 烤羊腿 烤全羊 羊肉烧麦 一只羊究竟有多少种吃法 蒸煮烤蒜 哪一样才能打开您的味蕾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易南 欢迎您收看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消费主张由无限集赞助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 无限集 那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 内蒙古大草原逛夜市了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 现牛羊 古老苍凉的赤乐歌流传久远 但是今天赤乐川一展新资 现代化工业城市成为 镶嵌在塞外草原上的璀璨明珠 那在内蒙古包头市 七八月正是最美的时候 我们听说在包头市内 有着国内最大的城中草原 想象一下 前一秒还是在现代化城市里穿梭 这下一秒就可以体验到草原风情了 这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另外据说包头的羊肉是特别的鲜美 让人回味无穷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包头 去探寻一番吧 包头地处内蒙古中部 素有草原刚成的美誉 包头的夏季温度宜人 傍晚过后微风震震 不仅为忙碌的城市降了温 也吹动了包头人的游玩心 展战宇是包头的一名资深吃货 这次我们的包头之行 跟着展战宇四处走走吧 哈喽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包头呀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里的天气 非常的凉爽啊 有 我觉得这边晚上还是挺凉快的 温度特别的宜人 对 我们包头呢 也是一个夏季避暑的好去处 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地方呢 它更是包头的一张名片了 它叫做塞汉塔拉 塞汉塔拉是包头室内的一处草原生态园 蓝天 白云 草地 蒙古包 漫步在塞汉塔拉 幸运的话还有可能遇到晨学的小羊 在城市中感受一把草原的风情 在生路园我们看到 梅花路也受到了大小朋友们的喜爱 小路温顺且爱与人亲近 人们准备好胡萝卜 可以跟小路临距离互动 游完了一番后 展战宇决定带着我们先去吃地道的猛餐 首先来到蒙古包做客了 烤全羊 手把肉 血肉肠 烤羊腿 奶茶 蒙古包子 我带你们两位品尝一下我们的美食 说到内蒙古的美食很多人都会想到烤全羊 烤全羊是蒙古族传统名菜 人们通常在逢年过节 庆祝寿臣 喜事来连时 常以烤全羊来招待遵顾的客人 那么想要品尝特色的猛餐 除了烤全羊之外 还有那些经典菜肴是必不可少的呢 进入蒙古包 悠扬的码头前高亢优远的歌声 手持哈达的蒙古族友人 为宴会增添了浓浓的民族色彩 聆听草原歌声的同时 一道道草原美味也准备齐了 猛餐是比较讲究程序和礼仪的菜系 传统猛餐要求鲜乳后肉 这个奶茶是咸的 对 鲜咸 味道是不是很浓香 有很大的奶茶 越回味越香 咸的奶茶它喝起来是完全不会腻的 早上起来就是愿意奶茶里边泡在冷羊肉吃 对对对 将白水煮至后的羊肉切出小块 泡到奶茶里 奶茶加羊肉一起入口 体验草原母区传统的吃法 烤羊腿是又一种吃法 很原始很传统的生烤 这我感觉会更有味 对对对 吃吧 回归原始的感觉 最好是直接吃 不要吃啥也不要嫁 反正提前就原味来 我吃的这块是肥中带瘦 两个在一起的 对对对 皮特别的脆 皮脆肉嫩 肉嫩 汁多 这就是烤羊腿的特点 直观上看它是没有任何调味料的 它只是上面有一些白色的芝麻 但是它吃起来是咸咸的那个味道还刚好 烤羊腿菜形美观 颜色和红 肉质酥烂 味道香醇 羊腿肉质稍厚一些 为了更入味 并且保证羊肉本身的味道不被破坏 在制作的过程中 是用蔬菜来腌制的 羊腿一定要在三斤半到三斤八两之间 这才能体现出这个肉 比较嫩点 烤出来香 需要腌制的时候 需要蔬菜来腌制 然后呢 蔬菜腌制的时候 必须是芹菜 芹菜为主 规定好的体重 可以保证羊腿烤之后的好口感 腌制时加入芹菜 洋葱 盐等香料 去山提鲜 将蔬菜把羊腿包裹完全后 需要腌制两小时左右 随后就可以烤羊腿了 为了把这个羊腿烤得更好吃点 首先呢 把这个菜放在底下 能把这个菜一烤至烤至烤至底下的蒸汽味能伤到羊腿里边 然后第二个就是把羊腿上面的蔬菜拨下去之后 为了把羊腿烤得酥香脆 快脆里嫩 将烤箱的温度设定在200至220摄氏度之间 烤至一个半小时左右 等烤羊腿出炉时 眼味见其雾 香味已扑鼻 羊腿形成 肉质酥香焦脆 不搅不腻 撒上少许白芝麻点缀 一道香烤羊腿 就可以上桌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道菜也是一种肉质的 对 这是咱们圣路园的特色 也是包头的一个 包头的代表性的菜 烤鹿肉 烤鹿肉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烤鹿肉 包头这个名字为啥 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包头有鹿 它俗名叫包客图 包客图 就在谋语中是有鹿的地方 有鹿的地方 所以说咱们这个鹿肉就代表性的 代表的是包头 餐桌上的鹿肉选用的是 人工养制的可食用鹿肉 因为鹿的味道较重 为了迎合大众口味 烤鹿肉之前 需要将鹿肉卤制一个小时左右 随后上烤箱烤制 因其独特的地域食材 让包头多了一道 不能不品的招牌菜 这上面是有酱是吗 酱料 酱料 尝一下 因为有点甜 稍微有点微甜 鹿肉是营养价值很高的 低脂肪 高蛋白 鲜花爽嫩的烤鹿肉 原汁原味的手巴肉 外焦里嫩的烤羊腿 以及奶香十足的蒙古奶茶 和多种多样的奶制品 猛餐的经典菜肴数不胜数 何不抽出时间到草原来做客 体验蒙古族的豪爽好客 品尝到道特色美食 夏季的夜晚 人们围坐在路边大大小小的烧烤摊 香味弥漫了整个街道 这是谁都无法阻挡的美味 刚出炉的烤串带着炉火的余温 被鸡肠碌碌的时刻瓜分 烧烤摊是属于包头人的深夜食堂 在包头 这个烧烤可是撑起了我们美食夜市的半边天 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吃烧烤 对啊 看你这样一定是烧烤摊的真实粉丝 对对 没错 我现在这个脑海里面各种烤串都已经开始浮现了 那我可得带你去一家食材又特别 味道又好的地方让你吃完榴莲忘返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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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夜晚 如果要问吃什么最解乏解累 夜幕中的火光烧烤 滋滋作响的油烟拌着肉香扑鼻 在佛系的胃也难以拒绝呀 晚上我点两种肉串 这个呢叫海盐肉串 这个叫百万肉串 它们都好大呀 好大 你尝一下 尝一下味道 哇 它这个肥肉好香啊 对 我能讲解出来它是 有肥肉也有瘦肉 它一个是在一起的 对 它是用羊排肉 老板专门选用的羊排肉当中 肥肉相间的那一块 因为肥肉吃上会滋滋冒油 会使这个口感更加的鲜美 更香的一点 对对对 你再尝一下那个海盐肉串 海盐肉串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个肉的话 它没有了 它没有这种孜然和辣椒的感觉 它就是有点咸咸的感觉 对 因为这个肉 它上面就是撒了一层盐 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叫海盐肉串 对 选用羊排肉串出的肉串 不仅肉嫩 羊肉块也是实打实的一大块 一口一个大口吃肉 羊肉块大了 对于烧烤师傅来说 难度系数也大了 从穿串开始就要有尺寸的要求 切的是大概一公分左右厚 然后长度的话大概就三公分 让人们就是顾客一口吃一个 一口吃一个那种感觉 然后选用的是羊排肉 羊排肉就是肥瘦相间的 它烤出来以后一点都不腻 傅序经营着这家烧烤店 同时兼认烧烤师傅的角色 新鲜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 将穿好的羊肉串放在炉上烤制 接下来就是活与羊肉之间的较量了 铁架上的肉串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 落在炉上的油水 不时燃起一粗粗火苗 羊肉熟至七分时就可以撒灼料了 这个孜然也需要在烤炉上 就是和羊肉一块就去加热一下 去相当于煎制一下吧 煎制一下这个孜然的口感会更香一点 加入孜然辣椒和盐 再烤这一小会儿 新鲜出炉的羊肉大串 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美味 除了羊肉串 烤油边也是这家店的特色烤串 油边比较特殊 它不是猪身上就是长到猪身上的 它是和内脏是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当地人叫天鹏肉 东北那边的叫法叫油边 然后它一个猪二三百斤 只有这么一条 油边因其富含大量油脂 且形状细长而得名油边 油边火烤后 从相貌平平变得红润油亮 烤架上的肉块刺刺冒油 肥嫩的油边在烟火制烤下 必出多余的腻味 剩下恰到好处的肉汁 大概烤到七八分钟的时候 七八分钟的时候 它外边这层油膜 就会把里边的瘦肉得锁住 把水分也充分锁到里边 不加腌制 生烤过后的油边 纯尺间留下最多的 依旧是肉的原汁原味 外面的油已经烤酥了 所以你入口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尝到有油的味道 它里面全都是瘦肉 就用一层油包裹着里面的瘦肉 所以特别香 火烤过后的油边 最大的特点就是香 外焦香 里咸香 口感上酥皮过后便是水嫩 在煲头的夜晚 可以和烧烤一较高下的 就是涮羊肉了 街边大大小小的涮肉馆 热气腾腾 男女老少欢聚的时刻里 离不开鲜嫩的羊肉片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羊肉了 这一盘叫做羊上脑 那个是纳达木贡肉 这两种羊肉是属于手工切制的 那一盘叫做黄金羊王 它是机器切的 确实是它看着 就是比这两个手工线 现在要更薄一些 对 而且它选用的是羊排肉 所以涮起来会更加的咸嫩 用筷子夹起一两片 在锅底中涮几下 眼看羊肉卷 从红白相间变成嫩肉色 捞出入口 不生不老 口感鲜嫩 不同的肉 涮煮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像羊上脑 黄大达木贡肉 它的涮煮时间是在7到15分钟 但是我们黄金羊王 它一般在15秒左右就可以了 手切羊肉 肉质坚道又鲜嫩 这对羊肉的品质 有了很大的要求 羊肉都是选用于 西里过了大草原六月顶的 苏尼特羊 羊上脑部位的肉 也差不多一只羊 一只羊身上也就缠这么一份多点 这款肉呢 这是我们针对 一年一度的 纳达木盛会 我们准备的 推出的一款新肉 它这个肉呢 是选用于羊的 前腿部位的肉 羊要选大草原上的小羔羊 冷鲜肉不同于冷冻肉 必须手工切割 刀下要有功夫 才能切得柔嫩细腻 不破坏羊肉的肉质纤维 除了肉质有好口感之外 内蒙古的涮羊肉 是可以不用蘸小料的 锅底是我们每天用的 这个新鲜的老鸡 再加上牛磅骨 里边放入36种中草药 精心熬制的6个小时 才可以出汤 将炒至出味的老鸡 与现烤出炉的牛磅骨 放入汤底中 涮肉时不需要多余的蘸料 还原羊肉最初的本味 所做羊肉的鲜嫩美好 一口方桌一口锅 食物与香脆的锅底相遇 对包头人来说 吃涮羊肉的日子 就是幸福的 夜晚 灯火最明亮 人气最旺盛的街 推小吃街莫属 如果夏季晚上 不知道吃些什么 倒不如来小吃街 逛一逛 找一找 说不准 就会瞬间打开 味蕾食欲大增啊 香烤鸡翅尖 火焰大鱿鱼 炉煮火烧 泰国烤榴莲 榴莲大披萨等等等等 这条美食街上有上百家摊位 如果你的饭量够大 可以从头吃到尾 在不远处有一家火爆鱿鱼 两位烧烤师傅 跳着动感的舞蹈烤鱿鱼 引来不少食客驻足为观 小朋友们也跟着节奏舞了起来 在热油中相煎 烈火中烧烤 再加上音乐舞蹈 大串鱿鱿鱿鱿鱿鱼的销量也很火热 这样在舞蹈里面烤出来的鱿鱼 会不会味道更好呢 我们尝尝吧 尝一口 因为味道特别足 对 它很出味 发现没有 而且它没有烤得很老 我以为在那么大的火焰中 会肉质特别老 但这个还挺Q弹的 对对对 跟着人留走 一边找一边吃 小吃街承包了夜间食客们的味�all 几乎每一家都是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的招牌 这有没有什么甜品冰饮 有 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绵绵冰 就是超大份的那种 前面就是 这里面口味有好多 对 你看你喜欢哪个口味 我想要提拉米苏是不是很好吃 我们要一个提拉米苏 再要一个芒果怎么样 好 你就加一个芒果 好的 我现在给做 好 一碗清爽的沙冰是夏日快乐的源泉 奶泡的冰柱在抱冰机上每旋转一次 就会产出层层叠叠 丝丝缕缕的绵绵冰 提拉米苏奶双 上面撒的一些可可脆 好吃 是不是那种吃到停不下来的那种 对 真的是 而且它跟冰淇淋的口感还不一样 冰淇淋有点奶 奶香味有点重很腻 但这个特别的爽口 对对对 它不会腻 而且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打成像这种丝绒的感觉 对 特别的绵 一碗大份的绵绵冰进度 消散了一天的疲惫 给肠尾结束降温后 小吃家的美食之旅继续启程 烧烤架上的烤面筋烤上两分钟左右 撒上喷香的调味料再接着烤 一会儿的功夫就由最初的水嫩烤成了酥坛 吃起来酱汁浓郁 越嚼越香 不远处有一家石头烤囊包 这又是什么特色小吃呢 石头烤囊包它是用火山石再去烤 因为用火山石烤出来的东西 它受热是均匀的 所以我们烤出来的东西 它是更加比电烤香要酥碎一点 而且刷不到里面的肉 在酥皮内加入鸡肉刷好秘制酱料 囊包收口后再表层刷上一层蛋液 撒上白芝麻就可以放在石头上烤制了 经过十多分钟的制作 囊包微骨外皮也金黄酥脆 横刀切开大块的鸡肉清晰可见 今天我带你来的这家老馆子呢 是特别具有我们包头本地风味的 好 那你去尝一下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包头特别有名的茶汤 茶汤 这有山楂片 葡萄干 这应该是蔓越莓干 这是一道甜品吗 不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算是一种小吃 小吃 包头老茶汤 舀几勺小米粉 浇温水快速搅拌 然后一手操壶一手拖碗 细长的龙嘴里冲出一股清淋淋的开水 碗里冲好的茶汤再加入红杭 果干酸酸甜甜 口感丰富 除了这道小吃颇具当地特色之外 这家馆子有一道苏骨鱼 可以说捉捉被点 这鱼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这个鱼是选用咱们黄河边 渡口打上了这个黄河鲤鱼 黄河鲤鱼体态丰满肉质肥厚 但是鲤鱼刺多 这一特点也让消费者打起了退堂骨 那么如果将鲤鱼的刺变得酥软 是不是就会变成老少皆宜的美食呢 要想将鱼骨鱼刺变酥软 制作起来需要多道工序 鱼经过炸一盒 这个蛋白质凶速凝固 水分就会减少 炸制过后的鲤鱼肉质更好 表皮也会更酥脆 接下来季师傅准备好了大料 花椒 葱姜蒜等调味料 这第二道工序就是炖鱼了 像这个做酥鱼的汤 和鱼的泥土味会比较重 为了去掉这部分味道 并且让调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到鱼肉中 这炖鱼的时间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但若是想要黄河鲤鱼酥脆 宛若五骨 这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上锅蒸 我们选用蒸的方式是蒸四小时 把它让鱼的骨刺更加疏烂 又能保证鱼的这个形状完整 用竹网将鲤鱼包裹住后 上锅蒸至四小时后 再淋上鲜鲜熬制的汤蒸 一道用黄河鲤鱼制作而成的酥骨鱼 就可以上桌咯 咱们这一桌菜 基本上就把包头当地的这些特产的 还有人平时有些习惯当中 所吃的一些饭菜就都有了 铜锅羊肚丝 手抓羊盒子 一锅香 还有这个就是咱们家的正店特色菜 叫酥骨鱼 我给你夹一块 骨头都是酥的 特别一块大骨头 就是它可以骨头和鱼肉一起吃 对 口味是不是偏一点 酱香是不是比较多 对对对 我们选用的就是黄豆酱 还有当地产的蒜蓉辣酱 酱味比较突出一些 酥骨鱼色泽光亮诱人 骨头酥脆 乳味香嫩 除了酥骨鱼之外 其他的几款菜肴也是极具特色的 这个就是选用咱们羊脖的肉 羊脖的肉当地人又叫活肉 因为它有两肝主动脉 那个血液经过的都比较多 拿血那个养的 现在就可以看到它这个 这个肉就是有肉又有筋 还有这个应该是软骨是吗 脊椎骨 脊椎骨 适合冷吃 无需过多加工 用豆腐酸菜 粉条 牛肉和土豆做烩菜 铁锅周围贴满了小饼 烩菜汤汁浓郁饱满 又香又下饭 那种久违的家乡味道 是最地道的包头味 有一种小吃 顶端如花 形如石榴 这是什么美味 让这里的时刻 赞不绝口呢 我们吃个一两个吧 一两十几个 一两六个吧 它这个烧麦就是没有三味吧 开发驱逐离着很远 我那七个老年带不去 他后边跟着走 我们也要到这儿吃 吃它的烧麦我吃一两半 九个 他们这儿的烧麦特别好 不咸也不油腻 从小就吃完 而且现在年轻人都挺喜欢吃的 这家的烧麦也比较新鲜 又不腻 对 还是很好吃的 羊肉大葱下的烧麦 最正宗的那就是包头了 主要是以草原高羊肉 配山东大葱 再加咱们本地特色的 那个胡油 这个拌馅 羊肉选的是高羊肉 大葱选的是葱白 羊肉的鲜 撞上大葱的辣 激荡出独一无二的美味 它那个包完之后 讲究是口是收 但是不要合住 它这种是漏气 但是不漏汤不漏肉 包这个形状 上面像朵花 烧麦的皮薄 且边缘似花边 放上羊肉馅 用虎口一捏 稍稍隆解 一个烧麦就做好了 上锅蒸15到20分钟 就可以享用咯 它里面的羊肉 是有羊肉的馅 还有羊肉的丁是吗 对 其实我们烧麦 最传统的吃法 就是馅 但是后来呢 加入了这个羊肉丁 算是一种新兴吃法 其实最传统的吃法呢 就是把羊肉剁碎 这样的吃法 那后来呢 因为人们更加喜欢 手切的羊肉 所以就加入羊肉丁 这样会使口感 更加丰富一些 烧麦个头大 烧麦皮晶莹剔透 里面是满满的馅 三肥七瘦 入口是嫩滑满满的肉香味 叫上几两烧麦 携上一壶砖茶 羊肉烧麦不仅是当地的传统小吃 更是远走外省的包头人 心尖上的家乡味 在包头的城中草原里漫步 与城群的绵羊和梅花路亲密接触 玩累了呢 可以去蒙古包里呀 体验一下特色的猛餐 飘香浓郁的奶制品 原汁原味的羊肉 还有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乐队 带您体验草原的热情和奔放 另外在古马巷小吃街呀 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 另外呢也可以打卡特色包头老馆子 寻找羊肉烧麦 黄和鲤鱼的美味足迹 好了那今天的消费主张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观看 明天的未经许可,不得翻唱